好,咱先回忆一下上节课那种啊,上节课讲什么呢?这上节课讲那个费森,费森登,是吧,费森登研究什么呢?研究用这个无线发电报的这个东西啊,它就可以发这个声音,发音乐,就于是有这个无线传输的这个声音信号,传输是没有问题的,人海上的人也确实听见了,但是,传不远,缺少这么一个放大设备, 必须得有这边放大的装置,才能放大音量,放大音量,要不然听不真种,哎,那放大这个,这个东西是谁研究出来的,他怎么研究出来的,哎,这是个什么人呢?哎,研究这放大装置这核心,核心芯片的,哎,这不叫芯片,叫器械,是吧,当然看你怎么叫,是吧,那么这个人呢,挺有意思,他呢,活了87岁,结了四次婚,离了四次婚,最后,死在了好莱坞了, 这一辈子怎么过来的呢,我们从头讲起,说这个,在这个美国呀,有这么一个州,叫爱荷华州,在这地方呢,有一个海岸边上的小镇,小镇,他这块,哎,就这块了,这块,是吧,这块,这块, 小镇上呢,有个姑娘,是吧,叫玛格丽特,安娜玛格丽特,小镇的姑娘呢,也没有去大城市,啊,这长什么样呢,哎,长这样,长这样,那,当然这个是后来的照片了,后来的照片了,本地,当时有个牧师,基督教新教的牧师,啊,亨利斯维夫特, the forest,全称啊,他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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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字,是吧,这个姓,the forest,他全称呢,叫亨利斯维夫特,the forest,那么我们其实已经发现,很多这个电学家,都是出身于牧师家庭,这是不是偶然的呢, 我认为这不是偶然的,这有一定,这个必然性,那么,这个,the forest呢,就是希望他的儿子,以后呢,也成为一个牧师,哎,确实是一个很,很美好的愿望,是吧,很美好的愿望,但是呢,我们继续看这个情况的发展,这个,他的父亲,就是the forest的父亲呢,后来去了阿拉巴马州的这个教会,这个,有一个黑人学校,去黑人学校工作了, forrest的,就跟着他的爸爸,在学校里,度过自己的少年时光,这个就是the forest的,和他们家的房子,他们家的房子,当地一些白人呢,就是怨恨他的父亲,交给黑人文化知识,随着,这个the forest的一些,这不断,就是长大吧,哎,也有一些好朋友,是吧,也有,有,有,有些发小,就从小一起长起来的,哎,其中呢,就有一些是黑人的朋友,黑人朋友,后来呢,这个, 他呢,中学的时候,上了一个很牛的学校,这个学校,就是这么,这么一个学校,啊,很牛的学校,这学校呢,就这一学校,是吧,净出名人,净出名人,你比如说,什么,什么,这个, 这个,美国,这个,这个,这个,非洲国家联盟的创始人呢,还有美国的读者的这个创始人呢,很多,很多,这个,就是圆满的读者,是吧,南非国民大会,包括什么,美国的高级顾问,新闻的,新闻奖,拿这个,普利策奖的,体育奥运冠军唱歌的,拿格莱美,反正特,特牛,啊,就是这,这一学校里面,就是文艺方面挺厉害的, 这个,跟广院有点像,啊,这个,反正请牛一学校,福利斯呢,也好好学习,啊,好好学习,他通过了耶鲁大学的入学考试,在他面前有俩选择,第一,是神学院,他爸是牧师啊,希望他去神学院,第二呢,是科学院,虽然呢,父亲让他去神学院,但他都自己特别想学科学,从小立志成为发明家,和他爸勉强同意,啊,勉强同意,他爸爸尊重了他的选择,我觉得他爸爸特别英明,啊,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他呢,做了很多这个游戏和机械的装置,啊,游戏和机械的装置,这个,就玩了呗,通过这个挣学费,不花家里钱了,上大学之后呢,入侵了这个学校的供电系统,哎,你说怎么入侵供电系统啊,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计算机系统,可以让人入侵,是吧,只能入侵供电系统, 结果,这供电系统过于饱和了,过于饱和了,整个的一个学校,一片漆黑,哎,学校说了,您先别学了,留下传看嘛,哎,这个以观后效,是吧,以观后效,他呢,老实点了,老实点了,哎,这个,收起了尾巴做人,是吧,拿下了学位,哎,跟今天的很多人不一样,今天很多人都上不完学,是吧,上不完学,他呢,拿下了学位, 啊,虽然主要点事吧,拿下学位,他研究内容是什么呢,无线电波,无线电波,因为他,也有偶像,是吧,偶像是谁呢,马可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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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的时候啊,他那种状态就觉得非常羡慕,是吧,这个,首先就是纽约先驱论坛报,大幅度的报道,然后这个马可尼到处都受欢迎,是吧,到处有围观的人群,马可尼做实验的时候呢,还做演示,是吧,这个,他就 成他偶像,他离马可尼那非常近,哎,马可尼告诉周围的学生们,学生们就就就就就包括他啊,包括他,说金属减波器啊,性能很差,影响接收效果,他就给记下来了,但是呢,他的无线电之路,其实是从天线开始了,并不是从减波器开始了,毕业之后开始玩无线电,第一个专利也是天线方面的,哎,当然他就整个在过程中的实验出来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好玩的东西,好玩 那么,这个东西,这是什么呢,这是什么呢,就是他接触这个真空管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flaming管,也就是说真空二级管,刚刚问世两年,他做的东西是这样一个东西,应该是一个变种,就原来这个不是有一灯丝呢,就是阴极,然后这边有有一个阳极吗,阴极发射电子速到阳极,里边真空的,他在这阴极和阳极中间呢,加了一个山,真金属山 通过给金属山不同的电压,哎,有有有不同的效果 就在他研究这个的同一年的时候,是1906年第一次结婚啊,第一次结婚 嗯,其实当然了,他结婚了,这同一年就第一次离婚啊,这次婚姻也不是很顺利 他的心全都在这个上面,哎,说这个也,这不在这,对对人不负责啊,结什么婚呢,是吧,结什么婚呢,哎,什么叫这个,首先说二级管,是吧,二级管,以前呢,这个二级管叫 Diodo,是吧,Diodo,那么 简单的说,就是单向导电性,这边是负的 灯丝给烧热了,经过一段时间热了,热了之后可以发射电子速 电流从电子,从这儿往这儿可以走,从这儿往这儿走不了 所以叫单向导电性,这叫什么呢,这叫整流,是吧,把交流信号整成直流 当然他这个,很多人都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研究,有了这个东西,他就可以 就往前走嘛,是吧,二级管之基础上能不能有一个变种呢,哎,就是我们说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嘛,有了二级管,能不能生出三级管呢 是吧,这这有点文本上的,是不是这意思哈,不是这意思 就是说,这样了,给他加了这么一级,什么呢,金属山,金属山 就一炸了,不影响那个穿透过去,不是说都都跑这儿就走了 不影响这个,就只是电压而已,那只是电压而已,如果说在这儿加负电压 那么这儿也是负的,同性相斥就过不去了,是不是 如果说给他加正电压,异性相吸层,他就穿得更欢嘛 就是这么一个事情,就是胡乱的尝试嘛,哎,胡乱尝试 那咱做一仿真看一下,好吧,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开关特性啊,把这块全都,全都删除掉 全都删除掉,删除掉之后,其实这边就是什么 这边就是一二级管,对吧,二级管 那么二级管呢,这块跑起来之后什么样呢 那肯定就,就,就,就这样呗 肯定就这样呗 哎,等,等一段时间,灯磁加热,是吧 这热,热了之后才,才能看见 就这样的一个,一个东西呗 哎,这个,这个,这个等于就二级管,全空了 全空了 现在呢,正的往这儿就吸,吸上来了 是,吸上来了 如果说把这个加上,加热什么意思 在这儿给它三十六伏 三十六伏相当于正电压 就给,就把这电子给吸上去了 但是呢,它是 有空眼了,跟,跟那个,它漏的 就,电子就能从这儿漏过去 电子从这儿漏过去 就漏到哪儿了呢,漏到这边的接收板去了 然后再电子这么绕起来 电子这么绕起来 看这效果呢 这条是相当于三十六伏 正的吸过去 这条呢,不吸 不吸呢,看什么效果 等灯磁加热 是吧,等灯磁加热 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 然后这个时候,我合并开关 吸上来吧 你看这个,这个,这个是不是开关 开关特性 开关特性 咔 接到这儿 咔 接到这儿 也就是说,我通过控制 这一点的电压 都是吧 到这儿来 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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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可以非常非常快 当然,我的手始终摁这个机械的键盘是,是这样的 但,但是真正,真正那个电信号可以是瞬间反应的 瞬间反应的 因为你原来用什么,用寄电器之类的东西做开关 其实也是有一个,有一个机械的反应时间的 哎,这个就非常快啊 非常快 这个呢,就是一个开关的特性 开关特性 那么,我们继续看啊 我们继续看 什么叫开关特性呢 就是一个炸了门 炸了门,如果说就跟阀门似的 阀门把它咔给堵上了 一个木塞吧 就什么闸啊 阀门啊 或者说截门呢 这种东西都差不多 是吧 都是开关用的 木塞的咔给它截断了 是不是从源头就没法流到这个这个这个目的地去了 那那那是不是就截断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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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也没彻底阶段 是没彻底阶段 但是基本是这意思了 已经是吧 基本是这意思了 他这个假说是灯泡的可能就不亮了 是吧 他就不亮了 哎,或者电机可能就带不起来了 不转了 哎,他,是这么一个意思啊 是这么一个意思 那么,而且呢 他是用36伏去控制56伏 是不是也有点这弱电控制强电的感觉 哎,有点弱电控制强电感觉 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是这块呢 我们一般看到这么一个东西啊 哎,包括以后看到的什么,什么晶体管啊 MOS管,IGBT管啊 基本上就这么一思路 是吧 只要这块通过这块 这块是哪一块 是不是就这个吧呀 通过这个山极的电压来控制什么呢 来控制从这个阴极到阳极之间的电流 通过电压控制电流 电压如果很高很高很高 哎,从这就吸过来了 把电子吸过来了 然后又又有空仰漏过去了 哎,是这么来的 如果说得有很很很很很低的负压 就是说他他同用相识就过不去了 是这么来控制的 这么来控制的 而且而且通过这个的高高压低压 他不不用担心被电到 这块的电流不影响 是吧 大家你也得小心 如果说那个接触面积很大 他也有可能从这从这跑跑一些电流 是吧 也有可能就跑一些电流 这个 就是上面 这个就是下边 这个就是中间 中间这个 当他怎么样 当他有电压的时候 或者说他能够吸过来的时候 他一推 这个这个这个节门就怎么样 就这样了 电流就这么跑过来了 这就是所谓的什么三级管 三级管 继电器原来是用电控制电 但是呢 因为他是有一个反应时间 反应时间 但是现在这种方式呢 基本就没有反应时间 瞬间给电给电压 瞬间电流跑起来 是吧 电流反应是很快的 那么有什么样的 这个 比如说我们这个是什么样的 这个 原器架呢 叫R13 R13 那么去哪搜呢 你就可 我怎么知道R13 我比如说看出W 到这找什么呀 这里面有这么一些东西 比如说叫Vacuum Tube Vacuum 在这点一下NV 是吧 V Vacuum Tube 这个Vacuum 停停停 Cancel 有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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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 是吧 好多好多类型 你看这有什么 这 这 这就是二级的是吧 这就二级的 这就是什么 加一个三级 是吧 加一个三级 不是加一个第三级 也可以 三是那 木炸老门 是吧 木炸大师烂 大师烂 这 这意思 这意思 当然还有什么四级呀 五级呀 什么的 多层控制了 多层控制了 总而言之 就是不同的结门 你看 这这这这多层控制了 如果不了解这个怎么办 就搜呗 我们用的是二二一 二一三 二一三 看起来跟二和三有关系 是吧 去哪搜呢 去Google 查什么 查DataSheet 你可以去这个 OdataSheet去搜 也可以来这 这块直接去搜 是吧 都都都可以 查手册呗 查手册 典型电路啥呀 那么我们看到了什么呀 看到了这个开关 最开始的时候 开关是什么开关 机械开关 后来呢 继电器 再后来呢 电子管 再后来呢 晶体管 不断不断不断往前的进化 再往后呢 其实也不知道 哎 这水 这边水 水流是一样的 是吧 哎 控制水流 用什么 用截门 用闸 用阀门 这都是门 是吧 电路以后也是一样 我们研究 比如说数字电路 就是门电路 雨门 货门 飞门 哎 什么叫门啊 哎 就开关吧 开什么叫开关 开门 门子旁的 开门 关门 这都是开关 是吧 开关 那么电子管开关呢 比机 机业式的开关 就要快一些 这个 这个机电器开关 毕竟还是半机械的开关 半机械的开关 所谓的计算机里 后期我们说 01 01 01 是什么 也就是 关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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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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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意思 是不是这意思 早期的计算机 就跟这个是一对应的 有机械式的计算机 后来呢 计电器式的计算机 电子管型的计算机 晶体管型的计算机 大规模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型的计算机 是吧 哎 一步一步一步发展到今天 比如说 你咱看这个视频所用到的计算机 那应该不是机械 计电器电子管晶体管 但是是从这个来的啊 是从这个来的啊 改动非常简单 我们看一下 这是灯丝 是吧 肥拉曼 这呢 gre的山极啊 play他 阳极 也就是阳极 就接收短 大大票 接收短大票 那么这个山极上通过电压来控制通断 有了这个东西啊 以前的这个收音机就如谱添翼了 以前收音机什么样呢 比如说这个这个矿石收音机 是吧 矿石收音机 矿石收音机 矿石收音机是有这么一个底子 能接收到音乐 能接收到人说话 但是因为他没有放大装置 所以接收听听得不清楚 怎么办呢 哎 就差这么一个东西 加上去之后就就就就就更完善了 就更完善了 那么很多时候啊 他都是一点一点一点发生变化的 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 但是呢 无时无刻不再发生变化 有些变化能够适应这个时代的发展 收音机就进化 进化 这是矿石收音机 是吧 矿石收音机 矿石收音机呢 它这个里边有一些调鞋的装置啊 调鞋的装置啊 包括这个不是说这个穿的鞋是吧 鞋调 鞋调啊 倒是鞋调调鞋 哎 是是是一个调频率的 是吧 调频率的 哎 活动矿石在哪呢 这呢 活动矿石 还记得这个猫的胡须是吧 猫的胡须 然后呢 矿石收音机基本上结构有了之后 逐渐逐渐它要走向什么 电子管的收音机了 电子管收音机 当然今天也有一些仿 仿仿谷啊 仿谷说 这个做一个用今天的技术 做一个矿石收音机行不行 哎 行了 哎 做的非常精细的矿石收音机 哎 包括这个 拿现代的一些最先进的技术 打造一些原始的产品 用现代的这个 这个鞋床来打造出一帮一柄宝剑 行不行 哎 那肯定行啊 哎 那那但是呢 你用鞋床做出来的 没有当时那个 那个千锤百炼那感觉了 说这个干将墨爷 是吧 要舍身 哎 入这个 练剑的炉子 是吧 现在你说谁 做把宝剑跳到这个机床上去 不是那么回事 不是那么回事 当然这个包括石头啊 你说这最简单的石头 现在的工艺 磨啊 钻 打孔啊 抛光啊 很多都用先进的技术了 先进技术 但是可能就失去了 人在以前那个 人在以前那个如拙如魔 琢磨这个事 那么 其实 其实人一直在研究 是吧 一直在进步 包括这个研究无线电的人 啊 尤其是 这个高频率 大功率的发射端的这些人啊 多多少少牺牲了一些自己的健康 牺牲了一些自己的健康 我们看一下这个示意图吧 底下是灯丝 是吧 底下是灯丝 这有一个这个这是一个二级管 是吧 这是一二级管 那么这个二级管呢 是整流啊 整流 他的山级 要说加一山级 加在哪呢 哎 加在这 他露空了一级 就加在这 山级 这山级能不能说也是一个大骗子 就挡住了这个 这个二级管啊 不行 必须得是有空障眼的 是吧 有空障眼的 那么这个山级怎么说呢 tril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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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这个中文那个三呢 就就是比如说英文的三怎么说 three 都是th打头的 three triple triple 三怎么说 也是四 是吧 四的意思 为什么呢 我估计哈 就是说一啊二啊都好数 数到三的时候 就三为多也吗 以前就说三为多也 三就就是令人不好想的一个词 一想到三呢 哎 就是 得得琢磨 是吧 令人炸舌的数字 非常大的数字 炸舌什么事呢 这种这种事 所以呢 three 三 哎 是不是这意思 我就不知道了 但我猜是什么意思啊 我这这也也也是这个这个狐雷的狐雷的 但是呢 这个我觉得这个 韩语好像也是这样说 是吧 啊 这个日语呢 我这日语也是thin 是吧 所以呢 这个我觉得他这个应该有这个语言 就是好好琢磨琢磨 是吧 如果您有这个好的这个结论或者或者什么原因 哎 这个请告诉啊 请告诉 那么这个三级管呢 就是这么写 是吧 这么写 当然现在已经用的很少了 不过晶体管三级管还是有一些应用的 还是有一些应用 很多的开关管 这个用的不是经济管了 但是基本原理就是这个原理啊 基本基本上也是它的这个变化变种 the first能够看到这个开关特性 以及一些什么呢 放大特性 其实有两个特性 一个是开关特性 一个是放大特性 什么叫放大特性呢 通过这个三级的这个电压的变化 导致什么呢 导致这个这个从阴级到阳级的这个电流的变化 它虽然能够看到这些 比如说开关特性啊 电流特性啊 就做出来 但是它解释不了 为什么 为什么能当开关用 为什么能够放大波形呢 不知道 这个呢 是东西已经做出来了 后来在这个AT&T 有这个阿诺德和通用电器的朗姆 他们充分的 就是 the first的是研究出 有这么个东西 可能怎么用 但是为什么这么用 具体怎么用 是吧 是谁 谁来做的呢 是这个 这个阿诺德和朗姆 两个人分析他的特性 哎 他的特性 他呢 是这个东西是是什么样的特性呢 基本电流是这样的 哎 基本电流是这样的 这个 这就是开关特性了 这 这相当于这块有这么一个 一个电池 电池这块是负电 是吧 这是负电 这负电呢 这整个和这个总的负电也就是连在一起 连在一起 那么这块相对来说 这是有一个灯磁的电压 对吧 有有这么一个灯磁的电压 这个灯磁电压呢 这块能保证整个它是带负电 整个带负电 所以电子从这往上走 对不对 往上走 往上走的过程中呢 这块其实也是带负电 也是带负电 那这块带负电 这块也带负电 是不是就给它卡住了 卡住了 是不是就可以截止 哎 哎 就这么一个意思 这么一意思 可以控制这个山脊 来控制阴急阳急之间的电流 是吧 阴急阳急之间电流 那么 The Forest呢 根据这些也成立一公司 这个后来呢 美国的总检察官代表他的股东起诉他 其实这个他不太懂这些经济呀 法律什么的 就崩溃了 崩溃了 由于这个合伙人的欺骗 The Forest公司两度倒闭 1912年甚至无辜的受到美国联邦法院的传讯 有人控告他推销积压产品进行商业欺诈 啊 这个法官说呢 这个The Forest发明的电子管是一个毫无价值的玻璃管 还是同年1912年顶着随时可能入狱的压力 The Forest来到加尼福尼亚州旧金山附近的 Alpato小镇啊 坚持不懈的改进这个三级管 那么在爱莫生大街的913号小木屋 The Forest把若干个三级管连在一起与电话话筒耳机相连 然后再把那只走得相当精确的英国索手表放到话筒前面 手表滴答滴答的声音 因为他好几个三级管放大又放大 放大又放大 他就声音非常大 几乎要把耳朵震聋 哎 这个确实是个神奇的事 是吧 于是他开始卖专利 至少电话能够用这些东西吧 有线的这些有线这些东西可以可以可以用用到这些东西吧 哎 这个这个这个电路其实整个来说还不是特别实用 后来Amstrong啊 我们后面会讲到的Amstrong做了一个非常合适的外围电路 非常合适的外围电路 这个三级管其实是这个整个电路的一个核心 整个电路的一个核心 就像我们现在的CPU是整个一个计算机的核心一样 哎 虽然这个只有三个管角 是四个管角 是吧 灯磅俩管角 但是呢 他是电路的核心啊 电路的核心 这就是最早期的芯片的样子 也看你怎么理解芯片 the first的呢 就是虽然法官说他这东西没用 虽然说他是欺骗 但是呢 他也是一步一步还是得做啊 做这东西叫什么呢 还出广告了 audit 他并没管他叫三级管 而是管他叫声音管 就专门 专门创大声音用的这么一个管子 是吧 声声音管 那么这个声音呢 其实是从 就是这个这个词根 audit 就是他那广告 是吧 最灵敏的 最可依赖的啊 确实是不错的东西 多少钱呢 看一眼 啊 五块五 美金 当然这当时就应该算不便宜了 是吧 我发现所有的货币只要一存在之后 就会面临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是一个宇宙的 总规律 是吧 总规律 那么词根啊 词根是从什么 哦 这叫什么 audit audit 是吧 au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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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 audition 是吧 audience 都是听的 都是听的 就是听声管 可以这么说吧 用用这个 这个 英文说 那这个 为什么叫 audit 就跟声音有关系啊 哎 因为我们平常能够 听到的声音 或者说最常发出的声音是什么呢 是 嗷嗷叫 是吧 嗷叫 容易 他这 嗷嗷 这种 这种他比较容易听得见 是吧 容易感受得到 也容易发出来 是吧 包括这个所有的开口音 你看这个 这个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门 阿门之类的 都是开口音 是吧 开口音 就是啊 这么一个音 是吧 啊这么一个音 所以这个应该也是是个是个原因 是个原因 这是声音的这个 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整个声音的原因 这个声音分成原因辅音吗 原因的这个最开始的 就是张嘴说话 张嘴怎么说 开口怎么说 啊 啊 哎 吃啊 哎 张张嘴了就 当时呢 这个管子一般用在哪呢 用在这个有线上 有线 就是没有什么无线广播 这回事 或者说那时候最开始还没有呢 有线谁弄啊 就是这个贝尔公司呗 贝尔公司 包括就是后 AT&T什么的 是吧 主要业务模式叫什么呢 有线广播 不是无线广播 无线广播 不用这个 就弄个电池就可以了 有线广播要接着电话线 打电话 拿几电话来 拨拨拨拨拨一按钮 拨拨一号码 这个号码就给你放相应的这个音频的节目 他音频走了 在那放 只要你拨过去 他就给你把这个线路接过来 接过来之后 声音太弱怎么办 用这刚才这个声音管 凹定 哎 就接收到 接收到 这个后来呢 这个无线广播也可以用到这个东西 是吧 无线肯定比有线好啊 总的趋势也基本上是从这个有线到无线 是吧 有线到无线 你看这电脑是不是从有线到无线 是吧 到派的之类的 是吧 手机其实就是一种无线的电脑 现在这这个 很多很多东西都是无线的 是吧 原来是有线充电 现在的无线充电有线接收接收信号 现在的无线无线接收信号啊 无线接收 说他这个去了这宝地叫什么呢 叫加州 加州啊 哎 熊出没 那么啊 这这有一个哈 这有一个 那么加州呢 Alpato啊 Alpato 为这个联邦电报公司的电子研究室工作 具体来说干什么呢 就是做一个全球通信的系统 这个地方周围学校很多啊 在美国西部产生了一种叫西海岸的生活方式 成为了硅谷的核心区 后来诞生了施乐 惠普啊 VMware这样的一大批公司 整个电子工业 就是从电子管起步的电子管就是从这个Palo Alto起步的啊 这个无线呢 它一般最开始还停留在什么呢 停留到这个这个摁一些电键 然后听莫斯电码的这么一个阶段 但即使这样 它也需要一个放大的装置 才能让这个信号更明显一些 那么这个放大装置其实就是一个 进化中突变出来的特性 这个特性可以让这个整个 无线电报更进化一点啊 无线电报更进化一点 很多的无线电爱好者彼此可以通信 更远的进行通信 每个人呢 有一个呼号啊 就是有个名啊 你说你是谁 哎 我我是谁 是吧 就是早期的电台 有自己启程吗 也成 哎 你想叫什么叫什么 想叫什么叫什么 哎 那么比如说叫阿猫 也可以啊 叫阿狗 也成 是吧 也成 他重名 你说我叫阿猫 你也叫阿猫 怎么办 哎 重名了 那那那那后来呢 民民民政部门 哎 要求得有一个唯一的ID 哎 就身份证号啊 美国最开始谁来发呢 由商务部来发 商务部发这事 还不是什么邮电部啊 信息产业部啊 不是这个 那么邮电部 那时候还主要管送信啊 主要管送信 电报什么的 但是这个 这个具体来发这个 电台的这个许可 或者说 当然不叫电台 哎 这叫什么呢 这就叫这个个人发射的起名的这么一个事起名的迷事由商务部来管理的后来呢 这个由于一战一战的所有电报都在中断怕对军事行为造成干扰是吧 哎 所以这个的佛罗斯电台呢 也关了哎 这时候的火腿其实还是连发射机带接收机都有的 是吧 连发射机的就是又能发又能收后来的电台呢 相对来说电台就是发射机收音机呢 就是接收集了 逐渐逐渐就分化出来了分化出来了 他呢 就去这个哪呢 去到这个报报岛去 报岛什么报岛这翻船比赛 翻船比赛 外国叫翻船比赛 咱们叫赛龙州 是吧 赛龙州 把这个船上呢 装的这个发动机呢 就是从船上装这个发射机 因为他这个就停老远一地儿啊 停老远 他在海上 是吧 把发射机装到这个这个船上 就到那个终点线上去 哎 后来呢 就引发了媒体的报道 是吧 引发媒体报道 媒体会关注什么 永远是大家都能能能看得懂的 这个热门热门热门新闻 大家不会去关注什么 什么这个不懂的东西 是吧 你说这个the first跟媒体说 媒体啊 我发发现了一个东西叫三级管 这三级管啊 是二级管的变种 哎 那么他整个都晕菜了 是吧 谁也不懂 你说的是什么 从报社到公众 没人理你 是吧 没人理你 他跟报社说 你想我这个 我这能报道这赛龙舟的结果 哎 他就很关心 是吧 哎 包括这起名很重要 你卖 卖这个叫什么呀 叫这个电子管收音机 哎 没人理你 是吧 卖这个东西叫 叫这个半导体 没人理你 你说这个东西叫收音机呢 收音机其实还能理解一些 是吧 收音的东西吗 收到声音的东西 是吧 哎 你管他叫画匣子 是吧 大家都明白了 叫听戏机 是吧 哎 更更明白了 这就是很明确 是吧 大家能能听懂了 报道了之后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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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迎来了第二位媳妇 是吧 第二位一媳妇 第一位媳妇 他已经当年就离婚了 是吧 结婚当年就离婚了 第二位媳妇呢 这个 这个英国女孩 长什么样呢 哎 这样 这个很酷啊 很酷 那么 工程师 工程师 上大学 英国人来美国上学 当时能够来美国上学的人不多啊 他是第一批能够上大学的女孩 女孩有工程能力啊 挺挺令人钦佩的 他妈妈的祖母都是女权主义者 哎 这包括他也是女权主义者 是吧 他对于德福利斯的事业 事业有帮助 但是呢 德福利斯的后来说 你别在外面这个帮我干活了 在家 当家庭父母女吧 哎 说这话的时候 就是上岸的时候 他已经怀上了他们的女儿 把他坚持要有自己的事业 就是他要在外面去做一个工程师之类的 后来这个这个婚姻也失败了 这个他呢 就是这个 就是他第二任妻子呢 后来也再次结婚 过来挺幸福的 德福利斯的事业发展起来了 这个时候正好是广播大发展的时机 他做的呢 也是顺风顺水 顺风顺水 哎 这是这个德福利斯的 Wearless Wearless Telegraph 无线电报 无线电报 哎 他呢 这个制作了一些什么 比如说这个电台广播 哎 发射机 有了之后 弄一些接收机 这不是接收机 很便宜 就能听到这个 这个这个 人家叫剧院 是吧 剧院里的歌剧 就就好比咱这个 这个戏院里的 这个戏曲 或者曲艺 是吧 听单详 哎 那么人家呢 这个 有男高音呢 女高音呢 通过这个无线电波 就传出来了 接到微弱电波怎么办 通过这个声音管啊 也就后来叫三级的真空管 就可以放大了 听了真正一些 这是当时的最高科技了 最高科技 可以听这个 你可以管的叫割剧机 或者什么什么单弦机之类的东西 当然你不是说你有钱就买得起 你有钱之后 你还得会摆弄这个 哎 你看这么多旋鸟 哪个是哪个 你让人一看就晕菜了 是吧 这个这个不是很简单的 哎 相当复杂了 是吧 最早收音机 其实是即刻才能玩的东西 你如果能自己做呢 一般都是自己做 包括早期的这个照相机也是 你得自己会会会做照样机 会冲照片 才能才能享受这个照相乐趣 不是那么简单的 说现在傻瓜相机 还没有 现在收音机也是傻瓜收音机 是吧 谁都可以 包括这个电子邮件 现在电子邮件是有傻瓜电子邮件 哎 就直接打开之后一登录 我就能收邮件了 最早你得懂计算机系统 然后还懂网络协议 然后还懂收发邮件这个工具 最后连条成功 你才能收发一些电子邮件 哎 现在都非常简单了 所以这个很多事情原来很复杂的 现在都越来越简单 是吧 越来越简单 但是在这个简单的基础上 就可以有更加复杂的应用 是吧 更加 你说今天这个电子邮件 是多复杂一事 你从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计算机的角度上来说 计算机都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 是吧 很复杂的东西 而且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 真正的 极客 倾向于了解 根本原理 而且自己能够组装 一些 器杆 而不是购买现成了这个接收工具 通过有一些能够渗透的动手的能力 当然这个程度不一样 你说你要搞搞小木雕 那你用个刻刀 是吧 你说你要你要砍一棵树 但是砍树不太好 这个你说你要弄一个小石头的 你有小刻刀 是吧 你说你要盖一个大房子 你有盖大房子的工具 虽然不一样 但是DIY这种这种方式 就是就是自己用手操作 是一个很神奇的事 虽然最早期的时候 这个东西还叫什么呢 还叫wareless telegraph 从这个the phrase开始 逐渐逐渐呢 他就把这名字叫什么呢 叫radio了 radio 广播了 广播 那么早年间的这个 wareless radio station 叫无线广 广播电台 就是逐渐逐渐 就是一个简单的名称 就叫radio radio 其实是一个射线 是吧 radius 就是镜像渐变 那么radio 其实也是一个辐射性的东西 辐射性东西 而且呢 这个行业呢 虽然是一个科技行业 它逐渐的和传媒行业 和娱乐行业接上头了 就是唱单弦和这个高科技 那个收音机 接上头了 是吧 接上头了 那么究竟这个两个完全不搭尬的行业 怎么进行融合的呢 the forest 是吧 我们说他四次结婚 那么他 这个前两次是这样 后两次婚姻是什么情况呢 咱们下回 再讲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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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